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中正大学 金正金智广播电台 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 以及公司新闻音题周期 PNN联合自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五晚上 10点的时候会在中正大学 金正金智广播电台播出 那在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 我们会在PNN的网站上面直播之后 在公众的网站上面会有完整的播出 我想在这里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很多人可能也当过学生 那在当学生的时候 其实特别是大学生或是研究生 你通常会去当学校的助理 或者是也许会去打工 那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当助理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同学的遭遇 可能都不太一样 有些人当助理 其实蛮轻松的 有些人当助理可以学到蛮多东西 有些人当助理 他可能必须要打杂 比如说甚至在帮老师买早餐 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是 那在大概一两年前 这个高教工会 曾经针对这个 这个学生助理的这件事情 其实到劳动部也到了教育部 有几次的抗议 所以我们的这个教育单位 其实包括我们劳动部也正式的承认 这个学生跟这个所谓的校方 这样的一个助理的身份 其实是一个劳工的身份 不过这个承认之后 其实对很多的大学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他就必须要支付 这些学生的劳健保的 这样的一个薪资 所以前一阵子 这个师大 台师大他们其实在校内 就有一个抗议 就是因为学校打算 要去终止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劳动的 这种所谓的工读的机会 所以引起了学校的师生的不满 那今天节目当中 就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高教工会师大分部的召集人 以及英语系 他同时也是英语系的教授 黄涵瑜黄老师 黄老师你好 主持人 黄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各位请你先简单的告诉我们 在前一阵子 你们这个师大分部 还包括师大的劳权小组 老师跟同学们 在校内其实有一场的抗议的行动 为什么要抗议呢 它的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抗议的行动 可能要放在一个比较大的脉络来看 就是高教工会 台师大分部过去这一年来 其实就有针对特别像是 兼任助理纳保这些事情 跟学校提出好几次的一些诉求 我们也尝试在销会里面提案 但是就是没有过 或者直接被排除在议程之外 在这样一个脉络之下 学校一直都给我们回应说 是要等教育部的指导原则下来嘛 那大家知道说教育部的指导原则 是在6月17号就通过了 然后在那一个教育部的指导原则出来 一个礼拜之内 我们看到学校 就是由校长那边发出一个公文 上面的公文就是说明 要全面的取消 他是说要暂停取消 但是是取消的层面是全部 等于就是说从下学期开始 师大就没有教学助理的申请 那我们认为说这一个公文 基本上我把它放在一个 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脉络里面来看的话 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学校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就是要逃避相关的 特别是劳基法 有关于兼任助理的保障这个部分嘛 那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那个开罚的劳检的这个问题 一部分我们再来说 总之呢我们认为说 校长的这一个公文基本上 也是在整个过去这段时间之内 不断的要逃避 规范的这样的一个脉络之下 所发出来的嘛 那在程序上基本上我们认为 那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在看到那个公文之前 事实上没有针对这个 要取消教学助理这件事情 进行过学生老师跟行政单位 三方面的一些 比较周详的一些讨论 跟一些公文听会并没有 那另外的话我们也充分的质疑说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预算的考量之下 要全面的删减 这样的一个教学助理 这个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说 大学的这个预算 早就在前一个年度 基本上都已经先通过了嘛 对在什么一个理由之下 他已经有预算 但是不去执行 那到底是在怎么样一个考栏之下说 预算必须要做这样一个更动 零零种种基于以上这些理由 我们都认为说必须要站在公会的这个立场上 把我们的诉求讲出来 我想确认一下就是 现在想要所谓的一个停止的事 有关于TA教学助理这个部分 是没错 其他在行政单位打工的同学 他们还是一样会有这个聘论的这样一个资格 跟机会 那个部分照学校目前的说法是说还在演你 基本上 还在演你 对都是要去应应 教育部的那个指导的原则 所以接下来他们要做就是要把 在大学校园里面的各种的这种劳动的类型 做一个非常 细部的一些区分 所以这样子你刚刚谈到说包括在行政单位 这些打工都有可能也不会有这样一个机会了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是会有 但是那个明目上可能就会做某一些调整 比如说他现在我知道的那个大致上的做法 是他把它切割成 比如说亲善大使就跪秘书处那边管 对 然后就是一般的所谓的兼任的助理 这个部分 比较常态性的 他就把按照教育部的那个就是要去分成 那个劳固型跟学习型 甚至包括说 劳动科技部的计划的执行的兼任助理 这部分也会被切割成有部分是牢固型 有个部分是学习型的 我想很多的学校大概都会开始用变更迷目的方式 不过我觉得以TA这个角度来看 我其实不太懂就是以鼓励深度学习为理由 然后去认定教学助理 不具有所谓的聘雇的关系 我不知道每个人当TA他不见得 我不知道可以学到什么 因为大部分在当TA很多 可能是在有些是会帮老师上课找资料 那有些可能就是纯粹的做一些打杂的事情 打杂 例如说可能改考卷等等 那我不晓得这个在明目上面 跟刚刚谈到这种所谓的鼓励深度学习 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下掌停止TA申请的那个公文上是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为了本来他是说教学助理的原意 就是要鼓励深度学习 但是我其实已经刚刚你讲过说 我们学校在很多在劳权方面的一些议题 所做的一些回应 基本上这有一个部分都是说要自己主观认定 甚至说去曲解法律的一些条文的一些用意吧 那我们事实上已经有 几次的劳检 劳检也都通过 甚至已经有开发 等下我们讲开发这个事情 那就是说从法律的见解上来讲的话 其实就已经认定 过去的那些学校所聘任的教学助理 基本上是符合劳工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要件 对 所以现在这个公文上面讲说 TA的本来的目的是深度学习 为了避免误解 所以要全面取消 这件事情本身上就已经在法理上 就是完完全全占不住脚了 对 刚刚黄老师也特别提到说 其实在过去几次 曾经 这个高师大 台师大这边其实有几次的这种相关的 这个所谓的检举 像劳动部或是上教育部检举 这个我们看到劳动部也进来 做了一些相关的劳检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的状况 以及你们检举的这些 为什么去做些检举这些事呢 我们主要是配合高教工会的 每两个月双月检举一次 这样一个 一个行动这个诉求持续去做嘛 那我们检举的其实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暗游是 当月薪水没有当月发 但是实际上来劳检的时候 大家知道说他不会只是检查这一项嘛 他可能也要检查说 有没有按时出勤的那个记录表啦 那当然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有没有 劳保劳健保 有没有提拨劳退金等等 所以我们 配合高教工会的双月检举的几波的 这个行动当中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案子是成立的 当然有一些案子是还在后续追踪 他们可能行政程序上是有点拖延 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理由 那如果单就只是就成案的 已经有开罚的 这个案例上来讲的话 一个个案他就开了 四张罚单 那四张罚单就针对我刚刚所提到的 包括说 没有提拨劳退金了 没有劳退 劳健保 然后没有那个出缺请的那些记录等等 那我这边要讲的一个重点是 我们当时所提出的那个检举案 事实上是针对系所攻读这部分 但是那个罚单下来之后呢 我们学校把这个罚单转交给执行 科技部计划的老师 有老师去缴纳那个罚款 嗯哼 这个是当时一个 我们当然也有针对这件事情 有提出了一些抗议 就办了一个记者会 来把这件事实 公布给社会知道 这个当时一个我觉得比较值得 在讨论的一个案例了 嗯哼 所以你刚刚谈到说是有老师去缴纳这个罚款 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2万左右 可是老师可以算是这个学生的真正的雇主吗 所以我们也针对这事情 也说也配合高教工部 高教工会有去 劳动部那边做进一步的一些澄清嘛 那劳动部在 这个月初好像是7月5号的时候 有回了一个文 那那个文最后的阻止 就是说事实上学校其实是雇佣单位 他很明白的讲出来说 不应该由个别的老师或者系所去缴纳那个罚款 那当时学校的给的一个理由是说 这个如我刚刚所讲的 都常常都是一厢情愿很主观的去解释那些法律的一些基础 当时学校说给老师教的一个主要的理由是说 公务基金不宜支付罚款的这样一个理由 这样一个理由 事实上经过我们跟劳动部的查证求证之后 劳动部来涵已经明明白白就反驳了 那个学校的那个理由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所以老师最后还是不得不去缴 已经缴了 是 那学校完全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 那件事情就好像就到了 可能我们也不太能够去勉强老师个人 配合工会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行动 那所以尊重老师个人的意愿 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会不会其实引发更多老师的反弹 就是说你看我们去弄这个劳健保 然后结果他其实学校给的这个研究费 或者是给的这些教学相关的这个费用其实不多 那最后还是要去采罚这些老师 那我不晓一般老师在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其实不只是老师 然后应该是说整个选校的一面倒的某一种的心理的氛围 或者某一种的这种舆论的确是对于高教工会的成员 他们我们所做的一些诉求一些行动 有一点点不太谅解 甚至有些行政主管在开会的时候就直接说工会的成员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 然后要牺牲大多数人的一些利益等等之类的 这些言论在老师在行政人员在同学之间的确是有这种扩散 那我基本上是认为说这个似乎是学校有意无意的要挑动的一些 彼此之间的一些利益上的一些矛盾冲突 事实上我们来看从工会的角度来看 这个基本上根本是不冲突的吧 我们所追求的事实上 并不是任何少数人的一些利益 这一些我们的这些诉求基本上是 基于所有的 就是说每一个老师 每一个学生 每一个劳动者都有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处境 而且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更复杂的东西 也许大部分都不是很清楚 因为劳健保还有包括像劳退 其实会跟他未来的工作 他未来的退休金是有关系的 这怎么会是一个少数人的利益呢 也许对于当下可能会造成某些的排挤 可是对长期来看 这是劳动劳动者 特别是已经被认定是有劳固关系的 这一种所谓的身份 他就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吗 我们事实上已经尝试很多次 就是说用各种这种不同这种方式 把我们所 我们的成员都非常用心的做的一些 类似像男人包之类的 我们甚至有一个算式算出来说 假使你在师大里面三年的硕士班 然后六年的博士班都有从事兼任的助理 这个工作 然后如果没有学校没有帮你纳保的话 你在将来劳退的时候 你的利益会 劳退金的部分会有多大这个影响 这个都已经算出来 让我们甚至去参加了一些座谈会 尽量的要说服大家很可惜 就是说好像大部分的一些老师学生们 还不是能够了解一些 他们自身的一些权益受损的这个地方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 就是我们也许看到当下 的确他产生了某种排解的效果 是对于这个劳动者 他长期下来的包括他劳退 或者是他应该有的这种 所谓的法律上的保障 其实是必须要去争取的 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 我们也许可以再回来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学生跟老师 他就是一个师生的关系 你把它搞成一个叫做牢固关系 在里面的话 那会不会破坏原本的师生的和谐 学校里面的和谐这些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刚刚黄老师也提到了说 其实已经帮大家算过 就是如果你在台词大 这边工作了四年或是六年 你对你未来这个劳退的这个 这个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有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 实际的数字是什么 我想也许很多人并不清楚知道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制度的实施 对他们对我们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的管中祥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谈到的是一个 我们长期关心到一个议题 就是有关于学生助理的这个劳动权益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学生就是学生 那就是一个好好的要学习的人 为什么他还有劳动权益 那其实在劳动部已经认定在学校里面 公读的这些同学 不管你是做TA 或者是在做一般的行政助理 或是在做科技部的研究助理 他其实都是具有劳动的身份 就是一个工人的身份 但是其实很多的大学在面对这样的一种 对他们讲可能是一种突如其来的 一种所谓的制度上面改变 因为他们特别要帮这些同学们加保 要一些劳健保 那他们其实开始 每个学校都有一些不同的反应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高教工会 师大分部的召集人 同时也是师大英语系的教授 黄涵瑜黄老师 黄老师你好 主持人黄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 也稍微聊到了师大在面对这个学的制度 上面改变 要帮同学们去增加这个劳健保 他们所采取的一些这种所谓的回应的这个措施 那其实我们也特别谈到说 虽然看起来现在在这个行政上面 是给很多 特别是给行政部门的一些同仁 行政人员或者是老师们增加了一些附带 或者对他来讲是一个困扰 可是长期来讲 对于所谓的学生的劳动权益 甚至是一种所谓的观念的建立 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刚刚黄老师也提到说 其实你们也帮大家稍微试算了 就是如果一个学生 大家如果是在师大攻读了4年或是6年 他其实对他未来的退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那时候算了就是说是把那个时间拉长 然后就是说假使你在师大这边 然后是硕士班博士班都读完了之后 假使说这一段时间都完全没有纳保 然后没有提拨劳退金 那我们是试算是说你将来退休的时候就想说 那用一个博士毕业生他一般的固定的薪水 就约略差不多是5万多块左右 这个基础去算的话 假使说有中间有将近 刚刚讲过差不多8年的时间 就硕士加博士都没有投保 没有提拨劳退金的话 会影响到他的劳退的福利的话 是将近有80万左右了 80万其实是很多的 当然是非常多 是说这个基础是说是博士生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 然后是薪水是用5万块左右的 这个薪水的基础去算 在你们跟一般的同学 或是跟老师沟通 他们也不认为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吗 大致上就是说我们就有粉丝业嘛 然后有一些 多多少少跟老师的同学 私底下有一些互动的一些机会 再加上说我们也试图提案 虽然说没有被采纳 然后我们也有在一次的权益的 这个座谈会当中 把我们整理的非常详细的 有详尽的有系统的 这个资讯呈现出去 但是我们所碰到的目前这个状况 要么就是非常的冷淡 就基本上就是说不太关我的事 那也不太愿意发声 然后站出来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如果在上一个阶段里面所提到 就是说那个观念本身 事实上是非常有问题 他们认为说 这是因为我们争取这些基本的 这些权利 使得工作机会大量的减少 甚至完全没有 我们当然在努力当中 还会试图要让我们的这些正确的 这些诉求让更多的师生能够接受 这个部分有一个部分是我们工会分布 接下来要努力的一些事情 不过的确 如果从站在校方的角度来讲 这个丙其实并没有 因为必须要帮同学们做劳健保 加保这个部分而有所改变 所以学校当然会回过头来去 希望学生的这种所谓的 在这种私缘分配上面 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这个待会我们再跟大家继续的讨论 就是我们如果站在一个校方 他应该怎么样去帮他解套 或者是我们怎么样 一起跟他去面对这个问题 可是回到一个很 也是跟刚刚谈到的观念是有关的 很多人会觉得说 学生就是学生嘛 在学校里面 学生跟老师就是一种师生之间的关系 那你今天去做这种所谓的 承认他是一个劳工的身份 那坦白说就是很多时候 师生跟劳资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身份里面 他是纠葛的 那很多时候你会请 老师们可能会请同学帮个忙 这个帮个忙 他到底算一个所谓的 私人的情谊呢 还是在一个正式的工作上面 那很多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你这样子搞 那把这个师生的关系全部都打坏了 那原本可能会很好的 那种所谓的学生跟老师的情谊 恐怕也会变成是这个硬邦邦的条文 或是这种所谓的精神上面的关系 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的确是蛮听多 听到蛮多的同学跟老师有这方面 这种忧虑啦 我想我们第一点要澄清 就是说我们追求这一些争取 这些基本的一些权益 并没有去否认 私生之间可以有一些情感上面的 知识方面 各方面的人生的各方面的一些交流 我们必须要强调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所追求是法律的 最低限度的一些权益 一些保障嘛 所以就是说我们不否认说 学习常常可能跟劳动之间 的确是没有办法有那么清楚的一些切割 但是我要求的是说 在法律的最低的这个限度之内 这个部分是绝对是不应该要退让 我甚至认为说 那些私生的这种情谊啊 那种情感的那些依赖等等 不应该拿过来变成是在否认 这个法律所应该保障一些基本的 甚至有时候我会认为说是 法律的这个部分的保障 做够了之后呢 私生之间的那种情谊 那种人跟人之间互相依赖 那个才会有一个更真实 更稳固的一些基础 否则的话可能会变成是无限上纲 到说已经在误用学生的一些劳力 还给他一个非常伟大的 一个道德的一个名称 这认为就是在教育的场合里面 是非常不应该存在的一个现象 那你不担心 这种这样的一个身份的界定之后 都会让两者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斤斤计较 跟所谓的现实吗 我刚刚也讲过说其实 劳基法或者是劳动部 相关的一些劳动法律所保障 基本上已经是最低限度的一些权益了 那我觉得老师们本身 也应该在这样的一个 争取权益的一个过程当中 需要有一个 也许需要有一个谋合 需要有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也许就是说自己的态度上 是不是应该可以做一些转弯 做一些调整 或者是说我们也一再强调 要请老师们多方面去了解 这一些实际的一些法条法规 拿来厘清一些是是而非的一些关系 比如说学校就经常会在一些场合里面 会传递一种说 有可能会低薪高保 有可能说什么你要付的那个保费 会比你实际上你的薪水更多 那当然不会是这样子 真的是有老师会相信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应该是 所谓的如果要讲说 在学校不只是一个劳动 不只是一个学习的场合的话 我想老师们他应该本身 也有自己要去劳动 要去学习的一个地方吧 我觉得这其实说实在了 其实我觉得在教育的体系当中 去从事这些所谓劳动权益的 基本的保障 甚至我们刚刚或谈到所谓的一种 工会运动 我觉得那是相对之下是比较艰难 因为其实那个关系是比较复杂 然后其实在过去 我们自己成长的经验当中 我们可能也是这样子长大的 我们可能是把老师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都觉得那是理所当然 可是现实上面 在实际上的工作上面 我觉得这是的确必须要去重新 调整的一种观念 甚至要在这个实物上面 可能得要有更多的理解跟琢磨 那我们知道这是高师大所处理的 这种所谓的方法 就是当他面临到 劳动部跟教育部说 你们要帮学生保这个劳健保的时候 可是在整体资源上面 没有去做调整 也没有去增加 所以每个学校有不同的因应的方式 例如说有些大学就是干脆 把这个工作集中在少数的学生的身上 然后不让这个所谓的临时的这些同学 来做这些比较临时的工资 因为要帮每个人去保这个劳健保 实在是太麻烦 他干脆就集中在一些特定的人身上 那其实师大这次其实我觉得是比较狠一点 就是干脆就停止了这种所谓的提业的工作 可是我们如果站在校方的立场 校方这样子做有错吗 就是你本来就没有给我支援了 那难道你要叫我怎么办 而且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学校都面临到财政上面的困难 那他就这样子停掉有什么不可以呢 目前听到最常听到就是说回应要纳保这个诉求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丙就这么大 所以一定会减低一些工作的一些原额 这个我觉得个人认为就是事实上是是是而非的 当然刚刚管老师所提到的某个部分我是同意的 也就是说整体的假使说整体的预算没有增加的话 那我如何再增加有关于纳保这方面 所必须要付出的一些开销呢 这个当然是我们这边要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我首先要指出来就是说 师大这个做法 如刚刚管老师所说的事实上是一个最直接 就是那就没有工作吧 但实际上这个绝对不会是唯一的 更不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事实上我们把这个视角拉得更开一点 就是说在这个教育部指导原则公布之前 事实上早就已经有好几个学校都是全面纳保了 包括说像淡江 辅大 成大 世新等等 那我觉得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应该是跟这些已经全面纳保这些学校 彼此之间互通讯息 然后互相学习嘛 这个是一点 那第二点如果讲到这个预算的这个问题的话 我想今天一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 大学的预算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 合理的分配 以及说他是不是有非常充分的做到公开透明 才能够去宣称说我没钱 所以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即使说真的没有钱的话 是不是应该重新来通盘来检讨 说学校各方面的这种各项这种开销支出 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状况当中运作 否则的话 就会回到我刚刚所讲 好像那个似是而非的 就是说没有钱 所以就直接三工作机会 这样一种非常粗糙的一个做法 就会好像被无形当中会被合理化了吗 事实上我个人是觉得说比如说拿师大来讲的话 我们学校有14000多位这个学生 然后我们学校里面也有不少的一些盈利的单位 都非常相当赚钱 包括说特别是像推广教育中心 我们学校也有经营旅馆 我们现在把很多的一些校地租借给外面这餐厅 零零种种等等 这些预算加加减减的话 我个人是不太能够这么直接就相信学校所提出来说 就是没有钱这件事情 我们在争取这个 纳保这个权益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屡次跟学校主计单位 要他给我们一个数字 说你说没钱 那到底有没有初估说 你要这个投保的话要花多少钱 学校给我们的一个数字是一亿七千万 但是实际上从我们一些 包括说教育部 勞动部所初估的一些 经费的总额来看的话 比如说科技部就曾经说过说 全国大概有十一万研究助理所需的 如果全面纳保的话 这些人大概要占到八到九亿 学校跟我们讲是一亿七千万 科技数字很大 对 那那个真的是完完就不合逻辑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像要求说 必须要能够预算要公开透明 这个当然还要牵涉一个更大的问题 说大学这个校场应该要有 往公共化的接受公共监督这个方向去发展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 其实也不是只有在这个大学里面 在很多的公务机关 甚至一些 私人机关 我们看到动不动裁员 其实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没有钱 或者是钱是怎么分配 其实他的员工 他的成员 他其实大部分都会不知道 那既然大学 特别是一个国立大学 他是一个公务的机构 这些的公开透明 甚至刚刚谈到公共监理 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可是我最后想要问一个问题 我自己觉得是很纳闷的 如果我说校方啊 或者是这个学校老师都觉得 这是一件对的事情 那没有钱 那为什么校长不带着这些同学们 或是老师们 一起去跟教育部去证取 这些让他经费提到更多更合理呢 因为他的确是需要这一笔钱 而且他是在给学生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不是吗 这个我完全同意 这个当然就牵涉到说教育部 到底在这一波的争取 兼任助理的权益的过程当中 他到底扮演一个什么一个角色 基本上我个人的看法是认为 教育部事实上跟学校彼此之间 似乎若有事物有一种默契 从这个指导原则的这个颁布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似乎为学校开了一个方便之门 就等于就是让学校可以自行去界定 什么是牢固型的 什么是这个学习型的 这个我认为 这个劳动的这个条件的这个界定 这个部分的职权好像不属于教育部吧 但是教育部在那指导原则里面 竟然就直接大啦啦就这样区分出 有所谓的牢固型 跟所谓的这个学习 这个是我觉得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会在跟教育部那边 有进一步的一些沟通跟要求 那另外的话就是讲到这个预算这个问题 刚刚管老师讲到一个重点 这个部分如果说这个预算是我们大家 假使说都同意是很重要的话 那那个钱到底应该从哪里来 我个人也是比较倾向说 事实上这是应该由教育部 统筹的就拨到各校去 这个就能够直接的能够解决 那问题就是说到底需要花多少钱 事实上教育部在公布指导原则的时候 他其实也做了一个大致上的出估 就是说包括这些固定跟不固定 不固定的话就是说类似像说办研讨会 去当几天的工作是很临时的这种 预估的话大概是说20多亿 20多亿的话就是说可以需要 就是每年的这些固定跟不固定的 这些劳保的各方面的一些保险所需要 支付的这个预算大概20多亿 我个人认为20多亿在一个教育部 这么庞大一个教育部的一个年度 的预算里面说实在他如果愿意做的话 事实上根本不算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部分我也相当自己说 教育部到底是有没有真的重视 这个兼任助理的这个劳动权益的这个问题 以及有没有心真的跟学校跟师生同力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个人是非常的质疑的 我想这不会是学校校方单发的问题 他更不会是这些同学们要去承担的问题 而是一个整个国家资源如何分配 以及在大学体制当中 他怎么去接受公共监理 怎么去公共化 怎么去让这个资源合理分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黄老师来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 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的抗争的行动 在很多大学他都面临到同样的问题 谢谢黄老师 那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